凤林镇公所举办杰出体育成绩颁奖典礼 表扬凤林镇乡亲各级学校同学 在花龄县赛全国性比赛 拿下社会组和国中国小组 个人或是团体的竞赛夹击 凤林镇长肖文龙表示 体育可以强生建国 镇公所裁员有限 无法向中央或是县府提供丰厚的奖金 但是希望透过公开表扬活动 鼓励所有的乡亲学子持续的运动 敬意求精 明年为自己和家乡带来更加的成绩 凤林自古文风鼎盛 素有校长故乡美名 但凤林学子乡亲在各项体育竞赛表现上 一步遑多让 屡创夹击 阮室网球 甚至已开始承接国际性赛事 创下台湾有小镇举办大型国际赛的记录 为了鼓励各校学子民众在体育竞赛的优异表现 县长肖文龙指示所属订定体育奖金发放办法 一线赛 全国赛 国际赛 成绩给予1000元至100万元不等的体育奖金 虽然我们后面是一个小镇 但是呢 我们目前呢 有我们那一医师呢 一直在推啊 其他的乡镇没有这样的医师来推啊 只有我们后面有 那我们推出去呢 我想说学生呢 大家都很认真 家长呢 也都很支持啊 我想我们可以把暖网推到向国际 以上知名度 我们希望说有一天呢 我们是不是能成立 变成世界级的暖网的一个重镇啊 我想我们是个小镇 人口也不多 学生也不多 但是能做出这样的成就呢 是相当不容易 在这里也很感谢我们学校的校长 以前老师所有的教练呢 让我认真的在教 中华民国软市网球协会副理市长表示 体育是多元教育的一环 其许同学们除了增进自己学业上的知识之外 体育上别忘了继续精进 同时也感谢肖镇长对体育活动的鼎力支持 去年成功举办国际软市网球比赛 不仅鼓舞国内外软网选手 甚至赢得亚洲软市网球协会会长的称赞 这也是因为呢 除了我们以往凤林镇闻风鼎盛以外 我们政长更着重在于各项团体的一起进步 就像由黄契龙校长所领导的凤林镇科署会 凤林镇全力支援 凤林镇公所全力支援校长 可以把这个客家节办得虎虎身风 那政长呢 也特别支持我们凤林镇软市网球的发展 那陈如刚刚政长所提到的 其实在前阵子 我们亚洲软市网球联盟的秘书长 他生日 那我有一个小小的祝贺的言语给他 那他也有回答 就是说我们在2019年所举办的凤林国际慢城这个锦标赛 他非常的享受这个比赛 他认为这个比赛是他参加所有比赛当中 办的最好的比赛项目之一 政长肖文龙说 凤林 乡亲或是子弟经常在各项体育竞赛里夺得冠军 去年登场的国际软网赛 凤林子弟甚至击败其他国家选手 以及台湾的国家代表队夺冠 气压国际 希望透过公开表扬方式 鼓励民众 雪子 敬意囚金 再创夹击 冯民体力大 记者凜杰 凤林阵采访报道 28-0 ,地震